又是发放音乐人成绩单的时刻 这一届公告牌大奖 许多大咖艺人都缺席 加上重磅大奖都提前揭晓 让精彩程度大打折扣 但要说谁最风光 当属加拿大歌手德雷克了 和烟鬼组合一样 以22项提名领跑 但颁奖里还没进入半场 德雷克就已经拿了十多个奖 全场下来把最佳艺人 最佳男艺人 最佳说唱艺人等13个大奖都抱回家 比阿戴尔五年前 捧走12个奖还要强 其他奖项方面 帝昂斯和摇滚乐队 21名飞行员21 Pilots 分别斩获五项大奖 不过都缺席颁奖礼 而加拿大小天王贾斯汀比伯 提名虽然多 但全程陪跑 可惜呀 特别奖项方面 歌坛长青树雪儿 荣获至尊大奖 这也是他时隔15年之后 再次出现在颁奖典礼的现场 同时还演唱了著名曲 录像是否也认为 我能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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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大未老的还有加拿大天后 喜临迪翁 当晚作为表演嘉宾 现唱了经典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纪念电影 《撇达尼浩》面试20周年 为颁奖礼增色不少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欢迎迎订阅Biggie的弟子 CJ Wallace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